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文革成因的一些误解 文革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 但是直到今天呢 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 政治制度说 历史传统说 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 不过呢 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 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 那么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的原因 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 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 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的说法 众说纷纭 您认为哪一种成因最主要 想听听您的分析一下 毛之所以发动文革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跟那个斯诺讲呢 是大权旁落 可以说呢 文革呢 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 打倒一切全面这个内战 就是为了乱中夺权 但是夺权呢 总是要有诗出有名 因此呢 当年就请这个文革的秀才呢 这个为他进行理论包装 成为一个无产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么一个理论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呢 文革的很多情况呢 它是这个 以这个路线斗争为表 我的看法是啊 这个权力斗争为辅 那么文革呢 从它发生到结束的整个全过程呢 就是因为它是以这个打倒彭罗路洋 这个开始 以粉丝四人帮 这个告终 因此呢 我可以说从历史的实际轨迹上来看呢 文革呢 是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这个历史 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呢 毛呢 最后败于党内官僚集团 那么最后的话呢 可以说呢 所以我的结论呢 我是认为呢 文革呢 始终是权力斗争贯穿于全国城 始终是一条主线 好 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关于权力斗争 这点毫无疑问 但是呢 权力斗争是手段 我们还需要分析它的动机 就毛泽东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 而大跃进的导火索是1957年 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 81国共产党共产党国际会议 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 国际共云的领袖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野心大发作 跟着他就开始在中国放到大跃进 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成就 革命的成就加建设的成就 为自己赢得斯大林之后的 世界上的领袖的地位 但是大跃进是共产党的 共产主义不拓方 彻底失败了 毛泽东也因此失去了 党内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那么刘少奇在挽救大跃进 失败后果的过程中 赢得了很多党内干部的支持 这一点让毛泽东深感忧虑 他害怕自己的名誉 自己的地位 会因为这个巨大的失败 而一落千丈 甚至搞不好就完蛋了 所以他很害怕任何 赫鲁晓夫出来把他当斯大林对付 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 其实他把刘少奇打倒之后 他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下来 他以后的一连串权力斗争 除了平衡党内各个派系之外 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保住他自己的地位 不要因为他的执政二十多年的失败 而付出惨重代价 但是毛泽东直到死也没完成这个任务 他还是彻底失败 好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位都认为 毛泽东的个人动机 尤其是保住地位和权力的动机 是文革的最大的成因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康先生 一切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都有思想根源 文革也不例外 文革也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毛泽东意识心血乃草 这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这个口号 就是革命不罪造反有理 而且可以直接追溯到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 暴民造反 文革当中的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个人崇拜 可以追溯到 习近平和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的那种 各种崇拜 文革当中所说的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万事仪器 毛泽东说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而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接班人 这是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 万年大计 毛泽东是把这个古今中外的有害思想拼奏在一起 然后煽动和挑动各色的中国人等 让他们跟着他一起走入深渊 这是毛的 就是他的发明 他的独创所在 好 陈伯宫先生 我们知道刚才提到 很多专家都认为 中共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 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线 也是贯穿这个文革始终的主线 再听听您的看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文革的这个发生的成因很多 应该说这个各种成因的总和是文革发生的这个原因 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有这个历史传统的原因 有权力斗争的原因 有领袖个人品质的原因 从这个制度上来讲 一党专制 让人民不能议论 不能够批评 不能监督 使毛泽东的倒心逆施可以实现 从历史传承来讲 秦始皇的愤疏 肯辱给了毛泽东最大的灵感和启发 另外 清末义和团攻打 这个排外主义 攻打驻外使馆 给了红卫兵启发 红卫兵攻打驻外使馆 是义和团的一个翻版 再一个就是这个权力斗争 文革的直接盗火索 是毛泽东跟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 另外就是领袖个人品质 毛泽东作为一个流氓造反者 和土皇帝的人格 无边的内心黑暗 毫无底线的这种道德沦丧 使他这个肆无忌惮 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做 和尚打散无法无天 至于说到 我认为所有这些原因之中 政治制度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设想一下 当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话 人们可以辩论 可以议论 可以监督阻止的话 毛泽东的倒心 就是完全不可能实现 需要防止文革 只能从制度上下手 这是个最大的保险所 至于说权力斗争 当然从头至尾的贯穿 开始是毛刘之间的斗争 后来是毛和林之间的斗争 最后是文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也就是说 这个故事离奇狗血剧情 所有的历史剧 电视剧 电影都不能比你 你看看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最高领导人和接班长之间 一直在上演这种狗血淋头的大戏 精彩分成高潮迭起 一直到最终毛泽东所部署的接班格局 被保守派所打破 他全家毛氏全家 他的夫人他的侄子 一网打尽 锒铛入狱 毛泽东机关算尽 却落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为他人做嫁衣赏 我们知道确实 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 对于毛的人格和毛的权利欲 都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也有人为毛泽东辩护 说他是出于理想主义 是为了所谓的彻底消灭 剥削阶级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才发动文革 是好心办了坏事 那么这种看法 尤其在中国的左派里面 是非常的流行 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 您对于这种说法是否赞同 毛泽东发动文革呢 确实是官方呢 解释是出于理想主义 那么海外很多这个西方的文革学者 很著名的学者 都是寻着这么一条思路 因为国内呢 这个研究文革呢 主流呢也是从这条思路 我觉得这个呢 有他们的合理性 但是呢也有他们的不足 他们的合理性呢 就是说因为西方这些学者呢 他研究文革呢 他们是经过非常严格的 这种学术训练 必须要这个 这个有根 有据 那么根据在哪呢 只有到档案中去找 而这个档案呢 就是中共官方严格控制的 因为我过去在文献研究室 我很知道哪些档案可以公布 而哪些档案不可以公布 而毛呢 更主要的毛很多东西 他们并没有留下档案 用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江青他们这些人的 这些内部的私下里讲话 叫毛很多主席很多东西 都是五字天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从官方 经过官方筛选 公布的一些档案 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 这个动机也好 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那个限制 是的 那么实际上呢 刚才呢 说到毛文革 我还想就小龙刚才提到这个 我的看法呢 跟他有一些不完全一样 实际上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呢 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之死 还不是在58年的时候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因为这个斯大林呢 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这个这个导师级的人物 毛在他面前是没有办法来叫板的 但是斯大林一死呢 我认为呢 触发了毛 想争当这个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的 这么一种一个愿望 因此的话呢 他就是加速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吧 他就是改变了当时中共 1953年制定的总路线 就是要在三个五年计划 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毛呢是快马加鞭 批评什么农业合作化 批评萧娇女人呢 都是这么一路下来的 然后到了这个57年的时候呢 跟赫鲁晓夫呢 在这个莫斯科呢 拍板 就是跟赫鲁晓夫定下这个盟约 就是你们苏联是赶美 我们是超英 在这种背景下面的话呢 中国的大跃进呢 就是这样子下来了 所以呢 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 所谓这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理想背后 实际上是有毛的一己之私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点出来 嗯好的 所以呢 OK 好 陈晓冬先生 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我想西方的很多研究 中国文革的人本身是左派 因此他们并不见得很喜欢 批判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相反他们会赞扬理想主义 那么这个理想主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共产主义不托邦 毛泽东之所以举着他这面旗 这是因为他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 去夺他的胜利 夺他的地位 所以他必须举这面旗席 因此就出现了大跃进 然后人民公社制度等等 嗯 但是这些无头邦是一实验就失败 中国是大跃进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 我在安徽农村插队 我那个村子140多号人 大跃进之后硬是饿死了一半 挨家挨户我都数 嗯 所以中国陷入境地危机 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他这套 他在文革时期还想继续推行 像这个农业学大战呀 武器干校等等 都是试图再次复兴他这个无头邦 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是对的 嗯 但很可惜共产党这个理想 从一根一开始 从根上就错了 他永远不会成功 好 高文静先生 王康 王康 对不起 王康先生 对不起 高文静先生 对不起 请王康先生先回应一下 这个我绝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 不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希特勒是理想主义者 还在德国人的立场来看 还多多少少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 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 欲绝结婚 吃素 不抽烟 不喝酒 这个革命战争失败了 他就自杀 毛泽东的这个所谓文化大革命 比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个批判 赐救 救文化 救思想 救习惯 救风俗 这些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 这完全是对文明传统的大不进 对人性的无知和践踏 而且文化革命的这个手段和结果 我们都知道是极其的血腥和残忍 极其的恶劣的 严重的手段和后果 本身就证明这个目的是绝对不正确的 根本不是理想主义 我个人也经营了全部文化大革命 我看到太多的那种悲剧故事的发生 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 那人类就没有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 好 陈伯工先生 这个说毛泽东这个是理想主义 是为了消灭文学阶级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说法上毛左派的中心思想 毛左派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族主义者 基本教义派 他们就跟中东的恐怖分子一样 不管他们自己做什么杀人放核放置炸弹 都高喊真主万岁 所以这些毛左派他从这个理论出发 他不准别人质疑毛泽东 也不准自己质疑毛泽东 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的解读 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都神化 理想化 事实上他们只要问两个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戳穿 说毛泽东是为了消灭博削阶级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和整个官大集团 本身就是博削阶级 他们享受特工 享受这个特工的票价 享受这个专机 专家什么别墅等等 老百姓什么也没有 另外说他是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们不说多了 只说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何在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八亿农民 他们有什么福利可言 他们的土地根有都被没收了 他们连总支会都被运走 然后看病都是自己掏钱 谈什么社会福利可言 说毛泽东是钻牛角尖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就是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 老残而且是一级老残 好 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 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看 其他的共产党国家 好像还没有发生 这个类似中国文革这样的浩劫 我就想听听 您觉得中国的哪些特定因素 决定了文革是在中国发生 而不是在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文革可以说是带有毛强烈的 个人色彩 这个毫无疑问 那么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志 和一党集权 这么一种制度 这两者结合产生了这么一个怪胎 那么话呢 现在中国学术界里面 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制度原因 那是那个主要的 就发动文革 我对这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个是把主次给颠倒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同样是在这个一党 这个制度当然是非常重要了 那么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 没有这种一党集权制度 毛也发动不起来 可以这样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同样在一党制度下面 我想问一下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会不会发动文革 这是一个 再有 苏联东欧也是一党集权制度 那么他们是不是发生了 类似像毛这种历史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 当然他们内部也有一个大清洗 但是呢 这种情况跟毛式文革呢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毛的个人因素的话 个人意志呢 占有第一位的作用 好 王康先生 苏联据说也在1928年到31年 就三年时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 就叫无成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的是培养一代无成阶级的知识分子 但是呢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斯大林准备枪毙这个曼德尔斯拉姆 就是一个犹太诗人 但他心里面有点不安 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犹太作家 帕斯希尔纳克 说这个曼德尔斯拉姆 究竟算不算一个大世纪的诗人 毛泽东可没有这种担忧啊 毛泽东文革当中说的是 不管职位多高 资历多老 也包括年龄多大 一概打翻在地 踏上一只脚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深深的质根于中国的历史图了 尤其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太平天国1851到1863年 13年时间中国死去到据说是5000到7000万人 这个洪秀权 毛泽东说他是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第一代中国人 进步的中国人 洪秀权什么杨秀金这些人 完全是一批 就是跟毛泽东一样的人物 口是心非两面三刀 然后交涉隐意的人物 太平天国所说的 所谓的天下大同共享什么太平 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什么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保暖这些 马克思曾经说了一句话 在中国记事1862年说 这个太平天国最大的本事 就是丑恶万壮的破坏 丑恶万壮的破坏 太平军就是中国的魔鬼 而且只有中国人产生这种魔鬼 太平天国离义和团五六十年 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五六十年 现在文化革命到现在为止又是五十年了 这个中国这个会不会来一次更大的邪恶的轮回 谁也说不清楚 好那么除了这个 刚才我们说到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 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就是文革的发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 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就是和我们自己本身的民族性也没有 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毫无疑问 刚才王康先生谈到了 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崇拜帝王和这种这个专制权力 还有中国人的这个愚昧等等 都在这个中国的文革当中体现了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在文革当中 基本上都是毛煽动起来的追随者 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是如此 那么如果追下去的话 我觉得文革的主兄就是毛泽东一个人 所有其他人包括四人帮林彪在内都是毛的蒲从 那么谈到刚才前面刚文谦谈和刚才王康都提到的 文革是不是这种共产党这种制度的产物 我想说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 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 文革在共产党国家里只有中国苏联有过 苏联发生的文革是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培养红色知识分子的运动 但是它不消灭西方文化 相反它号召工人农民去学习西方的艺术和文化 所以它是提升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 而不是把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消灭掉 把它降到工人农民的最低程度去 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 中国有文革苏联也有过 但是苏联的文革没有和权力斗争搅一块儿 再一个就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的文化素质 远远低于苏联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 因此就决定了他会利用 还有他和中国社会底层的 这个很多略根性的东西 互相呼应互相利用互相结合 造成了文革这场好景 好的 这部分时间不多 最后再请陈伯宫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民主性主要是两条 一个是民者保身 见死不救 一个是落井下石 损人利己 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民主性 被毛泽东所利用 很快就成了一种全民疯狂 我以前提到张宏卫出卖他的母亲 让他母亲被枪杀 那么他不仅没有反省 而且现在厚言无耻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像宋彬彬这样的人围攻自己的老师 和校长活活打死 只是一个轻轻的道歉 居然现在还活在他当年反对的美帝国主义 成了公民 也没有自杀 像这样的人 如果说在德国在日本早就自杀成人了 或者说自杀身亡了 但这些人厚言无耻地活着 这显示了民主性深重的悲哀 其实刚才提到文化大革命 在别的地方也没有体现 那么实际上柬埔寨传承了 毛泽东文革的传统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屠杀 一个是下放 柬埔寨的共产党 屠杀了这个国家四分之一人口 他屠杀的手段非常残忍 为了节省子弹 把那个小孩都撞在树上给撞死 就是地府返回忧的小孩 而且一路走一路枪杀地府返回忧 其中枪杀则都十几岁的娃娃兵 穿着绿军章 戴着红领巾 完全是毛泽东红卫兵的这个扮相 另外他们把金边大量的居民下放去 连那个西哈鲁克亲王的家族都不能保 不是毛泽东和中文来亲自去劝说的话 那个连西哈鲁克那个家属都不能保 实际上他家里还是死了几个人 所以说这个毛泽东这一套东西 传播到世界很远 包括这个秘鲁的光辉道路 包括这个缅甸 包括这个尼泊尔里面的三沟里的 这个马力主义等等等等 而且这个秘鲁光辉道路领导人 苦之慢就在文革的六七年六八年 就在北京受训 说这种一个文革影响深重 那就更不提香港的这个六七暴动 这个放炸弹放火 1167个炸弹 把这个电台主持人活活烧死 还有他的堂定活活烧死 这个六七暴动完全是这个文革的翻版 所以毛泽东这一场文革 不仅祸害了中国 也祸害了这个世界很多地区 好 有关这个文革的成因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文革的受害者群体 为什么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沉默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您的支持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5月13号的教练对话节目 文革历史十年彻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 而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群体 数目之巨大 受害之深重 可以与上世纪最著名的受害者群体 犹太人相提并论 但是相比于犹太人二战之后的呐喊与呼声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文革受害者 对于惨痛经历保持沉默 随着岁月的流逝 文革的受害者群体正在老去或者死去 历史的真相是否会随着他们的离去 而消失无恒 我们这一部分来讨论一下 有关文革受害者的议题 那么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曾经说呢 文革让一亿多中国人遭受了迫害 那么对比纳粹德国 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像犹太人群体 那样的一个大的受害者群体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们主要是哪些人 确实中国和纳粹的 所做的做法有很相似的地方 就纳粹的对象是犹太人 那么中国的受害者群体 具体来讲 不是以种族区分的 而是以阶级成分区分 那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一开始是黑五类 然后文革中期扩大了黑七类黑九类 也就凡是被共产党定性为 是他的异己或者敌人的社会人群 都被他定义为阶级敌人 而且遭到残酷打击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人像北京老红卫兵 在红八月的时候 打死那些中学老师 那些人当时很多人 并不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 只是被这些红卫兵 凭着他们的个人的 当时自己的理解 就动手就打死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受迫害群体呢 还是个窄意的 就是他们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可能送命 那么胡耀邦讲的一亿人 受到迫害呢 这是比较广义的 他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知识青年 包括在英卫文革 他们的人生道路 被彻底破坏的这样一些人 这个人数可能相当到一亿人 但这个范围呢 就比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统治 这个范围还要大得多 所以是当时中国六分之一的人口 都成了毛泽东的受迫害的对象 好 刚问今天我们知道 德国在二战以后 几十年对于这个迫害犹太人的 这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实际上全球 我觉得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思 那么相比之下 为什么中国政府甚至民间 对于文革中这个大规模的 屠杀和暴力行为 没有进行这个清理和反思 甚至至今到现在 我就对于当时的很多镇压的 这个非正义性都没有达成共识 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纳粹德国呢 他搞的是种族灭绝 那么中国搞的是阶级迫害 阶级清洗 那么小农刚才讲了 一旦阶级成分不好 那就是原罪 那么中国的话呢 实际上刘兵燕先生 当年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说法 叫做政治贱民 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呢 就成了政治贱民 就是政治上就已经不是人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受害人群体的 这个名单是在不断扩大的 那么最开始 就是小农刚才也提到 我也把它稍微再展开一下子 让后来人 让年轻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 那么最开始是四类分子 就是地负反坏 那么反右之后呢 变成地负反坏右 变成五类分子 再加了右派 到了文革之后呢 变成七类分子 地负反坏右资黑 资是资本家 黑是黑帮 后来这个后来这个资黑呢 又变成了叛徒特务 走资派 这是八类 最后还加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 毛奖叫做老九不能走 这个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 这个我觉得应该让青年人 都应该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的话呢 就为什么中国会发生 这么一种那个情况 就是这个反思 没有像犹太人这样的 我觉得的话呢 主要的还是一个中国的 这个官方在压制 当然了 中国的文化呢 从它的特点上呢 中国没有宗教 因此的话呢 人们呢 就是人们的话呢 没有一个在一个 敬畏意识下的这么一种忏悔 缺少这么一种忏悔 这个来源呢 就在于这个 中国的这个性善说 那么对这个人性恶的 就是这一点 在中国文化中的话呢 表现得不充分 而西方文明呢 西方基督文明呢 它是以这个 这个 就是它是认这个原罪的 因此的话呢 讲究救赎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中国为什么 现在官方谈的压制 我觉得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条 涉及到文革祸首毛泽东 而文革祸首 毛泽东还是中共的 这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就涉及到它的合法性 第二个就是涉及到 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 现在中国依然是 一党专权的这种制度 好的 我们知道二战以后 犹太人群体 作为受害者群体 在全球发起了这个 无数的这个民间组织 基金会 博物馆 很多的纪录片 文献等等 研究那段历史 把犹太民族的这个遭遇 提升到这个 人类悲剧的层面 目的是要 避免这个悲剧重演 那么相比之下 文革的受害者 好像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发生 也没有真正的发生的渠道 王开演 您怎么看这个差别 1967年的1月1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做 关于无诚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 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叫做 一共有六条 所以称为公安六条 第四条里面 列出了21类人 地腹反坏右 国民党的军警献特警 被关押的 被杀害的 被管制的人的 他们的家属 什么逃跑的 反革命的家属 什么反动 盗会门的骨干分子 反动党传的骨干分子 等等 一共21类人 这21类人 除了右派分子之外 49年之后 他们就是政治建民 他们就是奴隶 他们可以 任何人可以 对他们进行凌辱 进行剥夺 进行抄家 甚至进行殴打和枪决 文化革命的 66年 67年 68年 先后发生在 北京大新县 湖南的道县 广西的 宣武县的 所谓的大规模的 杀人 吃人的 这些对象 主要就是 这21类人 文化革命 造反派 红卫兵 走资派 甚至知识界 有些人 他们既是受害者 他们也是加害者 只有这21类人 他们是纯粹的受害者 这是中国的犹太人 好 听听 春博弘先生的看法 这个我在2009年 柏林墙倒塌 20周年的时候 去了这个柏林墙 当时我在柏林墙附近 我看到一个 犹太人受难纪念碑 那个是一个碑林 那个走下去 它是一步步往下走 我就问这个旁边的人 陪同的人说 为什么是一步步往下走 它这个就象征着 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 这种绝望和无助 就落入地狱般的感受 我当时就想到 犹太人那么苦难 但是它是被美国的大兵所拯救 而中国的一些受害者 比如说文革的受害者 谁拯救了他们 他们才是绝望和无助 而中国的受害者 如果德国 纳粹德国迫害的是 犹太人这个群体 600万 那么中国的受害者群体 就是刚才 刚刚刚先提到 地腹缓和有五类分子 总共2000多万 他们的这个是 完全是原罪 被残杀 被这个没有任何法律 可以处死 刚才王刚提到 北京大兴县 就举于北京大兴县 这一个例子 这样的悲剧全无很多 在1966年8月 最后一个星期 就在这个县的 十几个村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300多个地府返华友 被处决 有老人 妇女 儿童 男人 全部都有 22户人家被全部灭绝 而杀人的手段 有的是棍棒打死 有的是绳锁捏死 有的是扎刀扎死 而小孩子 被一只脚踩着腿 另一只腿给撇开 一死两半 然后有一个贫血主席 一个人就砸死了16个人 由于他这个过度紧张 瘫倒在地 而且在那个时候 亲情做了最后的表现 我看了一个细节 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孙子 被这个活埋的时候 他不告诉这个孙子的真相 将发生什么 这个孙子 他们往里面 那些杀人者 给他们养土 给他们买土 那个孙子说 奶奶 我眼睛迷 这个奶奶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他仅仅抱着孙子 这个孙子并不知道 他跟奶奶要同归于尽 说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小到38天的婴儿 大到80岁的老人 全部被掠杀 这样的悲剧 远远超过纳粹德国 如果纳粹德国处死人 他有一枪毙命的做法 另外他不再公开 那个处决或者羞辱 另外他还有个 焚尸炉的做法 但是中国处决人士 就学了古代的凌迟处死 就好像变仲云被打死 是皮鞋铜扣的皮鞭打 戴铁钉的皮鞋踩 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 浑身的血淋淋 最后被处死 叫淋略致死 这种残无人道的文革 真的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千古的凶残 刚才大家都提到 几位文革的受害者 那么程晓农先生 我们也想 大家也很自然地想知道 文革的加害者又是谁 那么近些年出现过一些 文革的加害者的 这个零星的反思和道歉 比如说太子党的陈骁鲁 红卫兵的头头 宋彬彬等等 您觉得这个反思是不是够了 对于反思文革 有没有一些促进的作用 程晓农先生 现在中国对文革的反思 首先没有明确加害者 包括中共中央的任何文件 都逃避了这一点 文革的最主要的加害者的领袖 就是毛泽东 以及他的追随者 当可以说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全都是差不多这一类角色 那么这是高层的 在中层参与地方文革运动的 军队派取的军宣队 还有军队干部 在地方掌权的 他们相当一部分人 也是加害者 在底层那就更多了 甚至很多没有任何身份的 普通农民 他们也是加害者 比方讲在广西 在湖南的道歉 是农民杀农民 这个农民甚至吃农民的肉 这样的农民 当然也是加害者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真相 从毛泽东的罪孽 到农民的罪孽 现在全部被中国政府掩盖起来 为的是遮盖文革的丑陋 遮盖中共历史的丑陋 以保护它的合法性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 这个文革的受害者 比如说刘少奇的妻子 王光美 儿子刘源等等 不仅没有公开谴责 这个文革的这个加害者 反而为这个加害者辩护 我想听听 您觉得这是出一种 什么样的心理驱使 我们知道刘少奇的这个 悲惨的遭遇在文革中 实际上是按理说 他的家人应该是 对这个文革是深恶痛绝 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行为 对于反思文革 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 真是我是不大可以理解 这个实际上 他们是陷入一种 伦理上的困境 因为文革呢 这个毛呢 可以说是他们父母哀整 刘少奇那么惨的那个死去 而且刘源他们的话呢 为此就是受了很多的 这种折磨 那么我想的话呢 念一段的话呢 刘源他就是自己在回忆 文革经历中所讲的话 那么刘源说呢 从十几岁起 我就在鞭子下劳改 在镣铐的紧锁中 躺着鲜血 多少年 几千个日日夜夜里 每小时我的心 都在流着血和泪 每时每刻都在受着 非人的待遇和压力 我紧紧咬着牙 不使自己变风 但是呢 他在谈到文革的时候的话呢 他又为文革来开脱 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话呢 他就说的话呢 毛是做了许多错事 但是也做了许多好事 文革的动机不坏 而且的话呢 只能算作徒职 他说他父亲虽然惨死 但作为二把手 也是 就是没有制止文革呢 也是一种大错 我觉得他们这 这种做法的话呢 完全就是说 真是不可以理解 中国人这个 这个伦理的话呢 是叫做子暴复仇的 他们这些人的话呢 不仅没有替自己的父亲 在天之灵的话呢 伸张一个正义 而且反而来的话呢 来吹捧这个毛 来回避 不敢公开的 就特别他们当了权之后 更是不敢公开的那来谈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大的 这么一种悲剧吧 刘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我觉得的话呢 除了他们内心 作为红二代 有宠谋的情节之外 另外更重要的是 正常的算计 他们要这个共同分享 这个权力的盛宴 好 王康先生 这个德国之所以 犹太人能够得到深渊 重要原因是因为 希特勒发生战争 而且战败了 更重要的是 盟军以美国为首的盟军 在战争结束时候 就把全部德国的 包括第三帝国 包括纳粹党的档案 全部缴获了 知道了太多的纳粹的 这个罪状了 但是一切极权主义 我们都知道 他们不仅作恶 而且他们千方百计的 掩藏这种罪恶 消除罪恶的证据 那么中国共产党 没有发动一次 大的世界战争 他也没有在战争中失败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所有的罪状 关键的罪状 那些东西都会被消除掉 你放心好了 这个方面 中共绝对比纳粹要高明得多 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那些 那些犯罪的 那些丑恶的记录 放在一个什么矿井里边 藏起来 等将来还会发掘出来 另外 德国在战后 盟军实行了严格的反纳粹主义法 一共审判了18万纳粹分子 枪毙了486个纳粹的高级军人 而且后来在联邦德国到德国统一之后 不断的立法 凡是在公众场合 淡化否定纳粹队性的要判刑判5年左右的徒刑 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含有集中营的大屠杀的这么一个内容 尽管如此 在德国都还有新的那些分子那样活动 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中国是毛泽东的像继续的天安门成 共产党继续的执政 所以共产党他的罪恶 他又没有基督教的忏悔意识 你知道哪去找他们的认罪 他们对文革的反思呢 陈祥罗也好 宋明斌也好 完全找到了 干脆不把他还好一点 好 陈伯宫先 最后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请您最后来做这个公司的结束 刚才文谦提到刘少奇枷锁 所谓的说法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死的时候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 而且在地上吃饭 这个受过凌寻 那么是在侮辱和羞辱中迫害致死 这个毛泽东给王光美下了一个刀下流人 本来周恩来批示是王光美要处死 但是毛泽东故意说刀下流人 毛泽东之所以刀下流人 是因为王光美当年陪同他游泳 在那个时代穿游泳装的是最暴露的 最性感的 我不能说毛泽东跟王光美发生了什么 但是毛泽东在满足他的视觉欲 说他是色心所作祟 才给王光美这个刀下流情 结果王光美在劫后之后 居然说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他说对毛泽东有恩 而且宴请毛刘两家来实行所谓的和解 包括刘源还以所谓的大局为重 有大局官宽大为怀 我想说的是 他们宽大了谁 他们宽大了毛泽东 他们宽大了这个民族吗 这个人民吗 如果你们真正追求大局追求宽大 那是对整个人民 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保护人民基本权力 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一个基本制度 这才是宽大为怀 另外说到这个陈一的儿子陈小鲁也反思文革 但他的反思仅仅说他感到歉意 感到道歉 他从文明头头 迫害了很多人 但是陈小鲁今天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 安邦公司有几十亿几百亿制裁 甚至收购美国的华尔道夫 我就说陈小鲁能不能拿出一笔钱来 建立一个文革受害者基金会 去关怀和救助那些受害者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那个托尔斯泰笔下的复活 男主人公去忏悔 他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心理的平衡 他觉得这个追求平衡都是一种无耻 是另一种自私 但是男主人公还是做了很多的事 去帮助受害者 沿途跟着受害者 去帮助他 那陈小鲁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制度说纳粹德国为什么可以反思 纳粹德国被终结了 制度变换了 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说他能够反思 中国制度没有变迁 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制还在 而且成为加害者的那个党 那个政权还高高在位 他们还在封杀历史真相 还在封锁对文革的反思 所有这一切是中国的受害者 成为无声的一群 沉默的一群 好 与关文革受害者群体为何沉默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当今的执政者 为何还从文革遗产中吸取灵感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 您正在收看BAA卫视 欢迎回到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兴 文革已经过去50年了 但是文革呢 作为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尤其是深刻的影响着执政者的思路 那么文革遗产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继续从中吸取灵感 而民间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文革了解的缺乏 对于中国的未来有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 我想先请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至今对文革讳莫入身 还有就是文革的遗产到底是什么东西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关键词 权力 既得利益 历史虚无主义 由于现在的当权者 或者说之后这个邓之后的当权者 他们守着收中的权力 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哪里 不是来自于人民 他们的利益来自于小圈子 他们要守住这一套东西 他们因此要无足文革的盖子 他们认为文革一泄露 就这个文革如果大批判的话 就成了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他们经常批评日本 说日本这个篡改教科书 在忘记历史 而且说前世之事 后世不忘 前车之父 后车之鉴 什么历史是不容抹杀的 中国的历史才不容抹杀 他们所有这些话 要说给他们自己听 我刚才说了 虽然那些受害者不能说话 但是中国有一个传统 民间会继续故事 四大民族是通过民间的技术 而传下来的 民间技术了无数的文革的 受难者的故事 这些故事会传下去 当局这个一首遮天 它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 可能让一些人遗忘 但是终究做一个 五十年代半个世纪 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剧 它不可能被这个民族遗忘 同时也不可能被 人类社会所遗忘 那么文革遗产的 这个基本特征是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 为中国社会留下 什么深远的影响 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流毒甚广 这个但是我觉得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 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的国民性 阿寇的这个 鲁姓笔下的那些国民性 阿寇是可笑的 愚蠢的 贫穷的等等 但是文化革命之后的 一代中国人 所谓的新人 社会主义新人 他们是一直到现在 他们让世界惊讶的是 中国人的狂妄 中国人的交涉淫义 中国人的这种残忍 中国人的无耻 中国人的那种占有欲 征服欲 而且才开始 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是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人 而这一代中国人 其中包括一批 当年老红卫兵 这些太子党们 他们这个 在言语上 形态上 作风上 都模仿毛泽东 他们高居中国的权力 的巅峰 对于毛来说 毛知道他会死 但是他要培养 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 无法无天地大大消消了 毛泽东 在这一点上 毛泽东并没有失败 这是文革的最沉重的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这么一个遗产 好 听听高文青先生的看法 您觉得文革遗产 最基本的内容 或者特征是什么 文革 我认为 毛的文革遗产 这个基本特征 是反文明 反传统 反文性 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 就是泯灭这个人性 那么释放这个兽性 像刚才已经都提到 广西的这种吃人 这个大兴县的这种 惨无人道的这种做法 就把人性中 最丑恶的这一点 都给显露出来 那么呢 中共官方 为什么现在对这个事情 惠目逐身 就是因为文革 集中的暴露了 这些问题 暴露了毛的这种 为人个人品质上的 这个极端丑陋的 就是这一面 和这个一党集权制度的 这种弊端 因此的话呢 他要拼命的压抑 所以呢 从这个文革 从这个文革 这个遗产来看的话呢 就是文革 刚才王康先生提到 整个是成功的 改造了这个神性 实际上呢 它摧毁了中华 那个五千年的这个文明 它的话呢 就使得中国 就是成为一片荒漠 那么人们常常说 崖山无后 崖山之后无中国 我认为呢 实际上文革 是中国真正的崖山 那么呢 文革呢 把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 文化 传统 道德 那么对这些中国的 这个几千年来 承认下来的东西 它是一种灭绝 好的 程晓农先生 谈到文革留给了 今天中国什么 我想有政治经济 社会三大遗产 政治遗产指的是 留下了两个政治口号 走资派和造反优敌 由于中共当局 对文革一直捂着盖子 所以这两个口号 并没有死去 它还活在今天的中国民间 因此它也被一些人 利用来反对 这个中共现在的一些做法 所以它是构成中国未来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这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 这已经成为现实了 那么经济上的遗产 就是平均主义 今天民间的仇富情绪的相当程度上 与这个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文革的社会遗产 主要是几千万香港工人 他们既是今天的 这个怀念文革的主力军 他们也是共产党资本主义 这套现在共产党建立的新的 这个后文革制度 是这套制度的牺牲品 所以它既是牺牲品 又怀念文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遗产 好 陈博工先生 我们知道从薄熙来的这个唱红打黑 到习近平今天的这个唱红歌 防老区等等 我想问一下 中共当今的执政者 为什么一定要从毛泽东来吸取 治国的灵感 而不是走一条更符合 大家认为更符合世界潮流的一种道路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从这里面 来吸取他们的执政灵感 如果从直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薄熙来习近平 他们都是文革一带 都是这个高干子弟 不同程度的卷入了 从正面反面卷入了文革 那么有不由自主的 有文革一风 有毛泽东那种语言 但是我认为 不管是他们处于思维定式 还是处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他们这种移着领政 在邓小平时候一直 从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 薄熙来这些 移着领政 这个形成了一个风气 上行下效 使这个文革一风能够继续存在 而且由于制度的没有变迁 所以说这个文革 所以当年华国锋宣布 说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76年宣布 实际上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而且时不时的 还会掀起一些小高潮 甚至大高潮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就是这个政权 他们有反思 邓小平虽然当时 否定文革跟胡耀邦他们 但是邓小平所做的事 主要是为中共的高官 这个平反 也就是说 这是朝廷里面的一次翻案 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反转 对广大受迫害的民众 仅仅是轻轻带过 当年胡耀邦就说过一句话 一亿多人受到迫害 那么这一亿多人得到补偿了吗 得到赔偿了吗 得到讨了一个说法吗 没有 当年我记得邓小平为了报复 胡耀邦在临死前记录 邓小平为了报复迫害他的人 把这批人引诱到云南去 在三坡上 用机关枪扫死 表示复仇 复仇之后就通知家属 说应攻寻职 王正为了报复迫害他的人 把这些人抓到看守所 而且这些人被处死前 王正为了泄愤发泄 亲自去现场观看 处死这些人的结果 心中觉得痛快 这些高官仅仅是为他们 自己在翻案 为自己报仇 为自己泄愤 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人民 所以由于没有考虑到人民 心中没有人民 也就这个制度没变化 没有民主社会 文革的悲剧 现在都没有翻案 将来也是一个难题 好 王康先生 这个文革的遗产还包括 它对世界性的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是 就是1968年的巴黎的红五月 对巴黎的大学生的造反运动 当时巴黎全城到处是红旗 到处是毛泽东的像 还有同样著名的 就是这个著名的左派 毛派的这些恐怖组织 日本的赤军 日本赤军三次劫持飞机 全是年轻干的 最著名的是70年1月份那一次 把一个叫电号的日航的飞机 劫持到平壤去了 北朝鲜去了 又绑架了若干个 就是欧美的日本的留学生 在那去跟他们传宗接代 法国也有 法国叫直接行动派 德国的更厉害 德国的就叫红军派 红军派绑架了联邦德国的银行行长 联合公会的主席 总检察长和一些七门子的总裁 最著名的是就是意大利 红色女 红色女居然把意大利的总理 摩罗给绑架了 而且不顾所有西方国家的抗议 和联合国的这个斡旋 直接把他处死掉了 这些人全是恐怖组织 他们全是毛派 他们全是年轻人激进 崇尚暴力 劫击中火杀人 无恶不作 这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 当然最著名是掌权的 波尔布特红色高棉 他们在短短的 75年到79年当中 不到4年当中 居然把一个佛教国家的 柬埔寨的人杀死了四分之一 白骨累累 毛派在任何一个国家 波尔布特是完全受文革的启示的 这么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毛派涨的权 那比希特勒 比斯大林 比任何一个独裁者 人民有的血都要多 尤其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模式 在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把它推行下去 就像柬埔寨一样 那是巨大的悲剧 高棉先生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您写了一些文章 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习近平的一些做法 确实让人联想到 当时文革的一些做法 或者毛的做法 那么您觉得 为什么习近平的这个执政 会从毛泽东和文革 那里面的一些做法 来吸取灵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制度环境 第二个社会土壤 第三个是习近平 个人的因素 所谓制度环境 就是毛现在仍然是 中国共产党 这个一党集权制度的 一个象征 他的毛思想 仍然是 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不容任何挑战 那么从社会土壤上 那么就是经过邓小平 这些年来的 这个跛脚鸭式的这种改革 那么普通民众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 两极分化 利益分配 格局严重失衡 因此这些人们呢 又不了解 这个毛的 这个文革的真实情况 因为被邓小平呢 给封杀住了 因此呢 他们反过来认为毛 是他们的大救星 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护神 那么从这个 习近平个人的因素的话呢 他个人他有那个 他作为红二代 他有宠毛的情节在里面 另外的话呢 他自己的话呢 能力和智慧是有限的 因此呢 他要把毛重新给捧出来 作为的话呢 自己统领全党 号领天下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镇国之宝 但是呢 这么一做的话呢 就他在给毛 复活毛的同时呢 同时也把文革的幽灵呢 从这个瓶子里面 释放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是文革中的 一个狗崽子 现在的话呢 文革的话呢 这个话题呢 就成了这个 习近平不能提的 因为今年这个 纪念这个文革五十周年 习近平 习中央呢 他下令全国是不准提文革 一个字 但是实际上 我的看法呢 他是的话呢 只许毛左 放火 不许 这个 反思文革 点灯 这个跟文革中的 那个做法 所谓 只许左派造反 不许右派翻天 这是 如出一辙 那么左派的话呢 他可以在人大会堂 举办那个 红革会 可以在习近平的 这个陕西那去 举办文革研讨会 那个会 那个会场的 那个会服上 都挂出来 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这样子的 这样子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实际上 这一切根源 就在于习近平 他上台 他就说 两个三十年 不能互相否定 这样子呢 把文革的这个 又重新释放出来 配合着现在 中国的社会土壤 各种社会矛盾 现在已经成了气候 好的 陈小农先生 听听您的看法 时间不多 请您稍微简短一些 这个毛泽东的命运 其实也现在 今天也很悲惨 它是被充分的利用 被玩了 权贵们把毛泽东 拿来手里 当个权杖使用 来证明说 他们手头的权势财富 是正当 那么底层老百姓 就把毛泽东当什么 当心灵鸡汤了 然后呢 还把它当作一块小石头 砸到权贵的玻璃上去 那么还有一些 那就是这个 另外一些人 那就是少数左派的知识分子 他们也不是把毛泽东思想 当个什么东西 他们把它当汤勺了 拿着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这个汤勺 到权贵的鸡汤里去 咬一勺子自个儿多喝点 所以毛泽东要看到自己的悲惨命运 被这么耍的玩 恐怕他也很遗憾 好 最后再请陈破空和王康先生 分别用一两分钟时间来最后做一下 您的最后的点评 陈破空先生请您来先谈一谈 在80年代的时候 邓小平在会见那些归国华侨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见人就说一句话 他说 哎呀我们共产党犯了罪 我们欠人民很多债 我们要抓紧时间还债 他知道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罪 那么在1995年 邓小平年老 这个快去世病重的时候 他把这些江泽民这些 政治局委员常委召集到一块 他说1980年 要有4000人的大会 那个时候多数人主张否定毛 就像苏联否定斯大林一样 那么他说 他自己的反对 他是违心的 因为当时4000人 都觉得要否定 但邓小平力排众议 决定要给毛泽东三七开 说毛泽东成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 把他这个盖子误了下来 所以1995年邓小平临死前 前两年他就说 我建议 在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 你们要重新评价毛泽东 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 他这个暗示 就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 和文化大革命 但是江泽民他们根本没有听 一方面江泽民这批都是一批左棍 再一个江泽民他们也看清了 邓小平年老体衰 不久于人世 也不用听了 再一个邓小平说的话 也有一定的私心 他知道了六四屠杀 他知道这个心理很沉重 他希望大家去否定毛 不要否定邓 去否定文革 不要否定六四 所以他这一层呢 其实被后来人也猜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图谋没有实现 我想说的就是 从邓小平 当赵紫阳在临终前说过一句话 他政治改革 只有邓小平能进行 也就是邓小平有权威 所以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 没有权威 完全无法对任何的重大变革 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中国将来要解决自己 只有一个民主社会 由人民投票 才能解决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 随着政府的洗脑 对于文革的遗忘和误解 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 非常的普遍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 您觉得年轻人 对于文革的不了解 对于中国的未来 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应该承认 中共非常成功地 回避了对文革的反思 对毛泽东的审判 非常有效地 截断了中国人民 包括知识界 包括青年一代 就是了解文革真相的这种努力 很成功 但是它带来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后果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常常是以它不可预测的局面 反弹回来 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 因为不了解中国 包括文革在内的所有的当代历史 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无主义一代 或者权辱主义一代 但是一旦中国发生严重的偶发事件 或者社会危机 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经非常深重 全面的危机已经非常深重 那么这个年轻的一代 如果被谁 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号召去毛泽东一样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或者他们自发地关心国家大事 那么他们就会一夜之间 就变为非常激进的 而且他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什么民主宪政 什么理性 什么温和的 就是文革的方式来关心国家大事 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就不是再有一个毛泽东 而是真是人民自发地 来产生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 这个运动势 如果一旦出现 任何人不可阻止 好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王康先生 高文谦先生 程晓农先生 和陈伯宫先生 今天有关这个文革专题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嘉宾发表的呢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观看交点对话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